画面中可以看到我方海巡人员不断向中国海警船喊话 因为他们连续三天不断侵扰金门限制水域 海军署在今天上午8点多再度争获四艘海警船 在金门南方水域集结还接近限制水域的外界线 立即派遣四艘巡防艇顶着十级强阵风 在风急浪高的恶劣海向下才一对一方式应对 中国四艘海警船分别从金门复兴雨 宅山西南宅山东南及廖罗南方航入金门限制水域 海巡署立即应对同时对中国海警船广播警告 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我方水域带你看看当时情况 中国海警14603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请立即转向实力 在我方十方艇广播处理下中国海警船在11点航出 历经约两小时十分钟 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在交通繁忙的重要航道 对我方进行灰色地带威胁 严重影响海上航行安全 呼吁中国停止类似的侵扰行为 海巡署将秉持不挑衅不冲突的原则 维持海域安全与秩序 海巡署表示